我們看這一題 他們說這個函數 在2那一點的倒數多少 那我就先求他的這個倒函數 這看起來一定會等你 為什麼一定等你呢 因為前面的尾的話 2掉下來 有一個x-2 這第一項 第一項的話 有一個 就是 第一項的話 有一個x-2的因式 那這個是2x-1 乘以3x-1 第一項就是前面為 他有一個x-2的因式 那第二項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為第二項 就是x-2的平方 為第二項就是2 所以3x-1 那第三項就是 為這個第三項 就是 第一項是為第一個 第二項是為第二個 第三項是為第三個 這也有什麼呢 x-2等於10 2x-1 那為這個是等於3 所以你把2帶進去的話 這個都有x-2 帶進去就等於0了 所以我就曉得 1x-2 帶2下去 這個等於0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要選1 2x-2 1x-2 2x-2